一对苦命鸳鸯落入圈套 成了别人手中的棋子 赌光的金钱就用生命赌明天 生死博弈 最后赌局中要赢回希望与尊严 赌命 天王栏目即将播出 他到了卸货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也是充担驾驶员的角色 也到了那个位置去 然后对他进行了秘密的发布 再不惊动 就是这些卸货工人等等这些情况 对他进行了发布 我们就是打电话去卸货的时候 警察他们就在那里了 被警方控制住的这一男一女 是一对夫妻 在一个多月前 他们因为牵扯着一件重大案件 而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孟连县距离中年边际很近 边冒运输业非常兴隆 我是跑车的护车司机 车只是我自己的 贷款买的 其实他经常打电话跟我连续 他说我跑哪里 我都跑这边 他说你不能托到多少钱 我说不好跑 苦不上钱 他说他在那边 跟我过去那边跑一下 那边还是可以 他看护员很多的 我就去了 刚来到孟连的时候 黄某并不知道 这位朋友是干什么 也不知道要买运的是什么货 这次叫他来是准备一起发财的 因为他一直佩服黄某做生意的本事 首先是我11岁的时候就从学校回家不农了 那个时候卖辣椒面 出了很多米 很苦 我的月吧 那个时候吃的是包谷米 包谷啊 谁说那包谷 吃一点土豆 做菜 我的月吧 那时候吃大米 菜嘛 抽好一点就不说了 那个月吧 两三年就实现了 后来我看人家要小马车 有一天啊 能像人家一样的买一个小马车 用马拉的 不用人鸡的 那就好了 很快就实现了 几年就实现了 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 黄某20多岁就已经过上了不错的生活 可很有眼光的他 放弃了卖辣椒的生意 搞起了更赚钱的运输业 那我跟别人跑车嘛 帮人啊 也不是长久的 就带了十几万块呢 就买了车子 买了车子 跑了一年多还是很好 收入还是可以 这次成功转型 让黄某在家乡 成了小有名气的富裕户 可这也让他成为了别人眼中的利物 更没想到的是 这次他被朋友叫到孟莲 正是他命运转折的开始 他打电话叫我下去嘛 下去嘛 当时去了 他就打电话给我嘛 我就联系他了 他说他不在 不在那个孟莲 他说我也不知道他 他说他在境外 离那里有五十公里吧 他说叫我过去晚来 我说太远了 我去了 他说你过来 我带你去那边 看人家赌场 看看那个 看见识 我一想去 看一下 在那里 反正也不聊 黄某很快就被赌场的气氛感染 也想试试手气 以此实现自己的发财梦 于是他便和朋友一起开局 与人打起了麻将 以前就是我做小生意的时候 在家里吧 就是农村的时候 也赌博的 那个时候就是 偶然的晚一下 晚上 输赢很小嘛 可没想到的是 就在一个晚上 黄某居然输掉了几十万 因为没带那么多钱 还是他带来的朋友 替他便签 一早 输得倾家荡产的黄某 把事情告诉了妻子 我伤了他的心 在他看来 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输几十万 他也说过 就是输个三千五千 能够成事 去输几十万 怎么回事 怎么会这样 他都不相信 一夜之间 黄某就从一个富裕户 成了负债累累的潦倒户 这让他和妻子都难以承受 后来他知道了 我都还你他去 他要自杀的 后来他也承受下了 就是都跟我说了 就是只要你以后不赌了 没有事慢慢的还 再慢慢的还 就是我会给你还的 好好地哭了 黄某自己也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 后悔因为贪图一夜暴富 而参加了赌局 我就说过人呢 太贪婪了 我现在对我的贪婪 特别感到后悔 欠了朋友几十万赌债的黄某 还没有从迷茫中清醒过来 第二天 债主就找上了门 这位债主说来说去 就是想让黄某从梦连 帮他带运一批货到武汉 说只要带成了 不仅债能还上 还能小挣一批 因为对方答应了 这一趟货一到运到湖北 就比较五十万 他就想 这一次只要冲通了 这五十万拿来 把这个账还 他不错 面对巨额赌债 与朋友许诺的酬金 黄某有些动心 口头答应下了以后 才想起问朋友 运的是什么货 当时他是跟我这样说的 他说要不要要 我想反正不是海洛英啊 我想问题不会怎么办 可到了此时 黄某才隐约感觉到 让他输钱的那场赌局 似乎是这位朋友 事先设计好的一个圈套 他们跟那个赌那个钱 就是随着没有多少现金啊 就是你输了就拿几千块给你 一万块拿给你 输掉了又再拿给你 就这样空荡荡的赌钱 赌钱就把你套进去了 黄某虽然感觉 钱说的蹊跷 但是没有证据 不过欠人家的巨额赌债 可是白纸黑字 是要还的 就是欠他们钱的那些人 压力太大了 每天打电话 就是比我要钱了 就是威胁我 可以说我是家来亏民 好像就是没家一样 都好像有点不敢回 回去了 如今只有帮朋友 带这批货 才可以迅速还债 摆脱阴影 所以黄某想用自己的未来 做赌注 再赌一把 以前帮人开车 就是带一点香烟 我们也带着 就是检查站看了一点点香烟 就是带回去吃 带到昆明 可以断个一百块 两百块 他也许没有想到 这次运货的决定 将改变自己的一生 虽然有些犹豫 可黄某还是向梦连线出发 准备帮这个朋友运货 这次他还带上了自己的老婆 第二次我 我故意避开他 就是把我的老婆也带去了 带起码就是故意 就像周旋一下的意思 这个朋友叫黄某运胆 并不是普通的货 而是毒品 这一点黄某早已知道 并且也清楚 运毒是犯法的 尽管黄某对此事有些害怕 但是在巨额回报的诱惑下 他抱着再赌一把的心理 还是来到了梦连线 连续通过外围侦查 就获悉 近期这个驾驶 将驾驶一辆货车 前往梦连接运这批毒品 当时支队这边就派出 根据案情就派出了专案组 前往梦连线 这个抱有侥幸心理 想再赌一把的黄某不知道 他的行踪早就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然后通过一些人员的逐速登记 接获这些情况 然后历史两天的事件 就查找到了科技车辆 并对他实施了24小时的密密监控 可经过几天的严密监控 警方却发现 这次运毒的这辆车实在是不同疑惑 到了停车场卸货以后 他说一般情况驾驶人都会把这个棚布卸了 就拆卸下来 然后一面雨淋日下以后 有些损坏或者破损 当然就唯独这辆车呢 就一直都没有卸这个红 一直都是在那里 好像有一种整装待发的那种事件 我才去的时候他就联系我 第二天早上就把东西就送来给我 送来给我 我说不行 不要 时机不对 所以我跟他这样拖延时间的 找计可避开这个事情 可此时警方不知道 黄某不行动是在犹豫 而以为是境外的贩毒老板不信任他 因为通过外媒调查 黄某之前与毒品没有过一点联系 在我们侦办案件这么多年 像这样的情况很少 就几乎很少 多数像这样 就一次组织大贫量毒品入境这一块的 基本上说实话 它的背景等等方面都是 跟毒品都是有所联系的 有关系的 应该是长期经营毒品的 侦察员会议 在刚到孟莲的时候 黄某确实被那个债主朋友带到了境外 在毒贩的老窝住了一夜 吃了早饭我要走的时候 他说等一下 就是他叫 他叫什么 他叫一个什么大哥 说要见我一下 我说不用见了 没有必要 我 当时我又不好说 这个东西我不做 我又不好说 但是他就有一个人就开着车子 在那个地方转了一下 把我拉去一个房间 跟他们住了一下 这次会面 使得贩毒团伙 彻底信任了黄某这个运火神 这还要归功于他那位债主朋友 我这个人嘛 非常的老实 就是家庭的情况 使得他非常清楚 因为嘛 就是在他们的圈套之内嘛 我很多钱啊 输了三十多万四十万块钱了 他知道我 只要在他的指引下 我必须走这条路 其他选择 因为债主用补债威胁 黄某面前 似乎只有运毒这条路可走了 以前就在我们心目中 就是海洛云海洛云 说四号四号嘛 那个是啥 因为像这样 他们说要要要嘛 还意识不到那么强力的 长想 黄某所说的药药 就是新型毒品冰毒 由于制造成本更低 现在冰毒 成了毒贩眼中的新宠儿 比如说什么 鹿尔鹿啊 或者说大红炮 这个 这种冰毒 那么在今晚 好一点呢 一般的在七块八块一块 如果是多说那种 价格可能 更少一点 那么如果到我们内地 比如说到我们宝山 那么一块 这个市场上困难 在乌鲁市 一块 那么上昆明了 那么你就 那一只往上边走 那么价格的土贵地往上方 看这种困难吧 好跟啊 这边 砍我们车 砍砍砍砍砍砍砍 在来到孟廉的第七天中午 黄某终于有所行动 我们就发现这个架权 匆匆慢慢离开了这个里面 从这个旅店走出去以后呢 大概从南边吧 一个小巷里面 进去大概五六百米的地方 就停换了一辆可疑的越野车 建了他这东西就领个五了 一大包的东西 领个五 我脑子一蒙嘛 我说没办法了 那个时候就是 东西已经在我手了 他们就走了 那就发现这个姓黄的架权 踢着一个蓝色的手 匆匆慢慢的 是吧 就走到了这个 一个公路的 一个小小小小山店附近 就在那里站着 充满的就打电话 那个时候我很乱 心里很乱 那个我就在那个 几乎的地方 我对了我在想 现在怎么办 我就记着 就打他的电话 我说 意思吗 你赶快拿走 这个东西太多了 但是电话就打不通了 东西拿给我 电话就打不通了 我也没有办法了 要怎么办都不知道 手里拿着毒品的黄某 此时才真正感觉到恐惧 全部都可怕 就是他第一又比赛 因为天天的这样比 就是我也没有退路 让他比 他电话也打不通了 这个东西嘛 肯定是不能搞的 因为就算你 古话 有句古话这样说嘛 就是走了一路嘛 避传鬼 一次两次 不可能你 天哪 回头说而不漏 说 双方面袭蕾的恐惧感 让黄某肚之所处 此时 他想到了自己的妻子 与此的同时呢 就看到了他的妻子 他的妻子呢 就匆匆忙从旅店里面出来 到了他身边以后呢 他就把这个蓝色的手提包交给了他的妻子 让他妻子提着 东西拿到手了 到了我住的地方呢 我又不敢临进去了 不敢临进去了 我就叫 打电话给我老婆 让我老婆来 来看 来看着 我说我 跟个朋友带了茶叶 老重的在外面 你来看一下 要去装货了 把折子开出来 就摆上去 就是从近几天 侦查这块 获取的情况来分析 印在这个蓝色的手提包里面 里面装的就是 虽然知道 运毒是犯法的 可最终 王某还是在极度恐惧的情况下 把毒品带上了车 他把这个蓝色手提包 踢上驾驶时以后呢 提到货车的驾驶时以后呢 他就充满地把这张车呢 就驶离了这个孟林县城 到了孟林县的这个坛场 然后呢 把这个车子呢 就停靠在了坛场的 坛场里面 黄某把带有毒品的货车 拆到坛场 难道事情有什么变故 可继续跟踪了一段时间后 警方终于猜到了 黄某的打算 按正常的一个货车这样 跑运输的 你一样后不携带的 你这样空旁的 一般呢 在这些茶几上来讲呢 应该是列为重点茶几的 所以为了 为了防止呢 就是逃避这个检查吧 他呢就利用了这个装运白糖 作为演出 把毒品拉运到昆明 装完了白糖 黄某的车 黄某的车终于开上了 往昆明的高速公路 就是通过呢 一天一夜的跟踪了 到了第二天的下午 六点多的时候呢 才进行分离十分 为了不打草惊蛇 警方让黄某的车 顺利的通过了检查站 可到了昆明后 黄某好像并没有 要与人接头的意思 那么当时我们考虑到 就是已经来到昆明了 已经从 什么艰辛的来到昆明 但是还不知道往下走 怎么走 那么我们跟的这个难度非常大 那么决定在昆明 把他打击 打击之后再经过图审 就能 试图能发现 但是立正的发现 内地接获人 或者是相关的情况 在没有惊动周围人的情况下 侦察员 秘密的控制住了 这对铤而走险的 赌命鸳鸯 那个时候没有多想了 没有办法了 没有退路了 抓就抓了 反正什么 什么罪都是我自己造下的 知道自己罪责难逃的黄某 此时最担心的 就是自己的老婆 老婆嘛 我一想过也没想过 因为 因为法力那么荡薄 我也不知道 她全是没有牵扯在这个样子 黄某眼睁睁看着自己美满的家庭 就因为自己好赌 已经变得满目疮痍 本来打算在毒品上再赌一回 还了债 重新开始 可如今竟然连妻子也被牵连了进来 此时的黄某心如死灰 后来我们通过大连的政策攻心 也突破了她一个心理发现 她认了 交货的人给她 把这个东西拿到武汉去 但是我们想 我们就问她武汉你到过没有 她怎么问 她都说没到过 就在侦察员对黄某进行审讯的时候 毒贩突然给她打来了电话 她电话通了 说 你到哪里了 我说我到奎明了 我说我的货已经熄掉了 她说 不要拉去武汉 就是通过这个电话 警方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利用黄某引出毒品的接护人 我们是大丑 大丑 我反正就是尽力的配合男人 我就是尽力的力量配合 尽量要把他抓回来 因为到目前为止 电话那一头的毒贩 还没有怀疑黄某已经被抓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可对于警方来说 这是一次冒险的行动 要完成这样一个行动 最关键的因素就是黄某 因为就是交货必须有我在 有我在才能互相配合 配合把东西交出去 再把人抓回来 首先要了解他的心理情况 比起他的动机 因为这个反对先的人 抓回以后 他还是有些欲望 像生存下的 光有帮助警方破案的愿望 是不够的 因为黄某和毒贩是单线联系 所以他的应变能力是关键 因为他每接一个电话 都不是你 不是我们在指挥 我们只能把可能出现的 每某情况 要求他怎么说 大体的意思告诉他 就很多情况靠他自己来 应变这种能力 一定要把这个工作 做得非常到位 观察过黄某与毒贩的通话后 警方心里有了数 最起码就是说 通过这个电话能证实他 是确实有这个心了 来为我们带出立功 这个情节是有的 那么通过这个电话 就是说你虽然很突然 但是尽管打的不是 像我们想象的那种地步 但是后来通过他讲 对方没有引起更多的警觉 应该达到 还是达到预期的效果 黄某的表现 应该可以帮助警方完成行动 而对于黄某来说 他又要赌一回了 不过这次是要赢回 自己的生命与尊严 因为我走到这一步 就是一步一步的圈套 全部是他下的套给我走的 我要不但把他抓回来 就是要把所有仓余这次的人 上上下下 全把他拿回来 就是他把我害死了 我也要把他全部铲除 这个事情对社会 所以说在我心里 就死了也要把你们揪出来 决定出发前 警方对这次行动 做了周密的安排 我们当时是分着两个组 一个组是空中仙到武汉 那我们做一些前期的工作 那么有一个组 周密的安排这个组 就压着这个车 按这个大车的行车 但我们没开大车去 那么我们就按小车 因为小车的都开过去 翻面了 为了方便控制嫌疑人 警方没有让黄某单独开大货车 我们就采用一个方法 就是用小车来跑大货车的速度 就是货车一般拉运货五 一般的正常上高速也好 它一般的时速也就80码到一百码 那我们就用这个小车的速度 来跑大货车的速度 来这样用这样的时间来卡 然后能前往武汉 虽然慢 可这样的行车速度 还不会引起毒货的怀疑 一路上警方还要给毒货打电话 不让他疑心 就是每天呢 就是在五点左右 我们就跟他打电话 不让他打个我 我就提前打个他 跟他说的就是说 我到什么地方啊 路上安不安全 就是几句话的死去 因为安排缜密 境外毒贩一直没有对黄某产生怀疑 经过三天的行程 侦察员和黄某终于来到了武汉 刚到武汉 黄某就接到了境外毒贩的电话 说买方要来交易 他打了几个电话 我说我在找地方 找了地方 我再跟你回电话 后来他就又跟我打电话说 叫我不要去什么酒店什么的 对方不敢去 那么我们就选在了一个郊区 就是离武汉卷音厂 当时肯定有个四五十分钟的路程 就在郊区这种地方 给他把电话 交易地点就定在了卷音厂的门口 可当侦察员到了门口之后 才发现情况并没有想象的那样简单 情况其实情况非常急性的 就是给人感觉说 对方要求马上交接 就我们没有 没有任何理由安排他的不交接 这个是一个难点 第二呢 他对方要求他一个人挑毒品去 虽然黄某一路上表现得非常配合 可他单独与毒贩交易 还是太冒险了 那么如果叫他一个人去交接 他是这个卷音厂门口 一边四车道 八车道 就距离很宽 再加上车流量非常大 那么我们要这个人一个人过去 我们来跟踪他 有一定会难 就算黄某不会趁机逃跑 可一旦出现问题 黄某的安全也很难保证 但是我们想了几种方法 一种方法就是换我们这个特性进去 真干 但这种方法有一个巨大的危险 就是说一旦到了这个交接地点 或者看到交接人 首先是我们不认识他 如果被他认出来 你不是黄某 然后就完蛋 这个案子 可此时毒贩的电话又打过来 催促马上交易 我说那激活人是什么样的 电话是多少 你把电话号码告诉我 他说不用 你在那里 就是他到了 我跟你打电话 你在哪里 打电话就行了 最后 警方还是约定 由黄某去交接 侦察员在附近埋伏 说白一点 就一点像那个肩负着他人一样的 在一定的距离内 然后由我们侦察员在侧翼 尾随着他 上家这边打电话都 他说你看没有 他说我在哪里 我说我在那个大门口 他说你看没有看到那个 就是湖泊牌照 那个三个字母 957的牌照 一张丰田车吗 我说在哪里 他说就在大门口 闪着灯 我站起身一看 我就看到了 我说看到了 他说你把他拎过去 给他就行了 我说你叫他自己过来拿 我不拿过去 当时紧张了 在关键时候 就是当时我边看那个车牌 我就边跟警方的人就昂示了 就是对面的那部车子 守护人 但是在与此同时呢 就这个设案的行程量上的 可疑人员可能就发现 有些情况不对 准备驾车 脱离限制 就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及时对他进行了抓捕 在黄某的配合下 警方成功地打掉了 这个隐藏极深的贩毒网络 黄某虽然在这次行动中 有立功改建 和他仍然逃脱不了 法律的制裁 如今身在高墙之内的黄某 最牵挂的还是他那个家 可现在却只能通过 妻子的信来体会 这个曾经幸福美满的家 因为失去他而遭遇的不幸 金龙你好 我自回家以后都很好 两个孩子都学习成绩 都好 现在小龙已经靠上 医院学院 为筹备上学的费用 在暑假的期间 我带着小龙在昆明打工 受他上学的学费 决了 黄某从小就懂得 要实现自己的愿望 需要自己付出与努力 用自己的劳动 他实现了吃饱春晚 而后走向富裕的梦想 可现在他的所有梦想 也许就重新踏上那条 回家的土路 独生爱子 自家门前莫名失踪 平静的生活顿时天崩地利 一个普通工人家庭 为何遭遇非来横祸 神秘手机短信 线索全无 诸多的不利因素 使得警方陷入被动 怎样找到神秘人的蛛丝马迹 案发29小时 天望栏目近期播出